不搭电梯走楼梯 不但节省能源还有益身体健康 不过背着20公斤重的装备 爬12层楼 可不是人人都办得到的 来看到首次由女消防员参赛的 新竹消防员大楼登高竞赛 男女消防员都穿戴同样的装备 一起比赛 女生的成绩表现如何 带您去看看 四位女消防员 背不起重达23公斤装备登梯 重要女装备与男消防员一模一样 不过成绩可不输给男消防员 证明女性消防员 是可以从事消防员这项工作 是累但是到达了很有成就感 现在有这些话自我肯定的话 其实会自我认可度比较高 在竞赛中体力高度负荷下 还有呼吸器的阻力 所以精神与体力来说 真的是非常大的讨厌 真的好累哦 上海基础事情想做的是什么 只想大口的呼吸 因为那个戴面罩会有局限 以他为荣 对啊 因为女生做消防员本来就蛮厉害的 不容易啊 四肢贪乱 消防员其实最怕就是 拿着装备还有登机 那是最累人的 一般正常人的话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训练的话 大概六楼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就倒下了 很喘很喘 不过值得 我们心里也有值得 装备脱下 瞬间大口呼吸 大伙英雄们 不分男生还是女生 每一位都不简单 新潮人也在电视 设置成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